用高壓鍋煮50分鐘的湯水 材料不需要很多就能達到老火湯的味道 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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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芹、八字、蜜冬、沙心、紅棗、北棋、玉竹 鹽浸泡幾分鐘 預備材料前,我已經將豬骨出水 用凍水慢火18分鐘 如果家人有高壓壓性頭痛、勞動扭頭痛、肝火頭痛、以及陰火旺性 就不要放風了 可以活著行氣、吹風止痛、調經、痛經、頭痛、風濕痛也有幫助 浸了幾分鐘,污水都浸出來了 我只有作感冒風汗、熱頭痛、肥膚癢、乾燥、抗菌的作用 現在沖洗乾淨的柴料 我先用一個3公升高壓壓鍋 我先用一個3公升高壓鍋 現在把所有材料放進去 一旗可以補肺氣 但不要過量 過量會過敏、皮疹和休克的 記住 我將出口水的豬骨 和1000毫升的滾水放進去 然後再出口水 把腭肉煮好 醋煮好 蘸出口水有很大的肉 油煮好 肉煮好 油煮好 油煮好 鹹下鱿滑門 煮到高壓狀態 超高壓 begin 測至180度 50分鐘 煮了50分鐘 要关火 关火等待12分钟 不要碰它 12分钟后可以打开活门 完全减压后 可以安全地打开煲盖 不是焗出来的味道 是直接煲出来的味道 加2克粗盐 还有一个是蜜冬 蜜冬可以润肺 对肺醋干咳 心烦失眠 腸醋便秘 都可以 但是过量也有反效果 都会令到有红斑 不要过量 骨骨差不多熬至融化 可以完全吃得了 这条片子 喜欢的就给个赞我 继续看到我的片子 记得订阅 按下小钟 我一有片出 就会提醒你的 你也试一下拍片 作为一个保留 提起自己的记忆 也挺好的 正时候煲一下 希望你也喜欢我的分享 如果你想了解 更多食物营养值和历史 你可以看我影片 页下的连接 希望你也更了解 每样食材的重要性 增加自己的记忆 多谢收看 下次见 拜拜 请也可以订阅 给كم 一个 订阅 چ跟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